心解脫 心解脫在 阿含經裡面 大概 有幾種意思 我們第一個先來看 心解脫就是去解脫 這個在 我們如果後面看到會看到 這個比較常見 有去解脫有會解脫 心基本上是定 解脫一定有會 那問題是 有定有會還是只有會 那麼定 沒有定也不是說沒有定 因為我們知道禪定是所謂的 九柱心九次地定 內柱敘柱安柱近柱條順 那麼這個 極盡最極盡 專注於去等詞 那麼這一些 它基本上 未到地定可能就是在 等詞這邊 它就可以引發無若會 那引發無若會 它就可以解脫 那一般我們講定是以四常八定為主 就是四根本定為主 那這個有這個定 但是定解脫 假設是定解脫又有分 它看的就是經典裡面可能講的不太一樣 南傳北傳又不太一樣 那麼有一些是說比如說像 有一些認為你要有滅盡定 你才是定解脫 有一些是你要有四常 你就是 你就是定解脫了 那有一些是你要超越 非想非非想 超越非想非想 後面九次地定 最後面一個聖者定 就是滅盡定 你才是定解脫 那這個定解脫的含義 可能又有一些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先理解這個所謂的心解脫 那麼心解脫是一般就是定解脫 那定解脫其實就是定就是聚解脫 聚就是定跟會都有 所以心解脫就是聚解脫 那會解脫就只是會解脫 那一般來講就是 它就是位置定 就是位到地定 那位到地定我們叫做位界定 那有一些是說這個 出產的禁分定 反正就是 那到底有沒有位到地定 其實 不外看法也不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是這樣講 就是說它至少要有 接近定的這種 大聖經典通常都叫做定光定 那麼至少要有位到地定 然後我們說位到地定 你要得四禪八定 就前面有九柱心嘛 後面有九次地定嘛 那四禪八定 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空無邊四五邊 無所有非閃非閃 這個叫四禪八定 就是八種 後面再加一個面禁定 就九次地定 那麼你要得初禪以前 它有九柱心嘛 內柱 敘柱 安柱 近柱 條順 極境最極極境 專注於去等辭 就九柱心 那麼一般來講等辭 這個是位到地定 但是也有講前面都是 但是一般來講就是等辭 那等辭已經接近定了 也可以說是初禪的禁分定 因為有些講就是 可以說是你要接近初禪之前的那個定 初禪二禪中間有一個中間定 大概是這樣 所以 但是到了非閃不非閃不能引發無漏 你要退到 退到空無邊或退到四禪裡面 引發無漏會 那現在我們要說的就是 心解脫到底是什麼意思 它有可能就是指拒解脫 那相對於會解脫來講 相對於會解脫來講 那第二種就是 它沒有特別 它跟拒解脫 會解脫沒關係 它只是從 因為我們知道 生死的根本就是無名跟貪愛 無名為父 貪愛為母 這兩個 那 無名跟貪愛沒有哪一個先 沒有哪一個後 沒有哪一個輕 沒有哪一個重 那你斷無名一定斷貪愛 斷貪愛一定斷無名 你不可能說我只斷貪愛不斷無名 斷無名不斷貪愛 不會 你斷了貪愛一定斷無名 斷無名一定斷貪愛 但是你從斷無名來講 叫做會解脫 從斷貪愛這一邊來講 叫做心解脫 那這個跟會解脫去解脫的意思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 它第二個就是 它離貪欲者得心解脫 離無名者得會解脫 那麼離貪 離貪欲必然是離無名 離無名必然是離貪愛 但是就離貪愛講 就離貪愛講 我們叫它心解脫 就離無名講 我們叫它會解脫 那這個跟 這個跟這個意思很明顯不一樣 很明顯不一樣 這個是你心解脫 是指拒解脫 那不是指會解脫 那這裡就不是 這裡的心解脫 基本上 是從離煩惱的這一個部分來講 只是從離無名跟貪愛去說明而已 那並不是去解脫跟解脫 這個就是不一樣 你們分別的出來嗎 知道了 好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 經典在講 心解脫的時候 它只是說 心一自會去得解脫 那麼 心一自會得解脫 從一個角度來講 它就是會解脫 所以 心解脫就是會解脫 那麼這也是其中一個說明 就是說 經典裡面在講到心解脫 因為這個是中文翻譯過來的嘛 那麼它裡面有幾種意涵不同 一個就是心解脫 就是拒解脫 拒解脫跟會解脫不一樣 一個是有定 一個是沒定 有四禪八定 有根本定的 這個是沒有根本定的 那有根本定跟沒有根本定有什麼差別 就是定還有分 它是指根本定 還是一定要超越非想非非想 得面禁定 但一般來講拒解脫都有面禁定 那但是有一些認為 你只要到了四禪 它就是可以叫做 有定 有拒解脫 有定解脫 心解脫 那麼現在先不管 現在就是說 現在是 第一個心解脫 比較常用的就是 定解脫 就是拒解脫 第二個就是 它跟拒解脫 會解脫沒關係 它純粹是就 你離貪欲 叫做心解脫 這個經文裡面後面也會有 你常常會看到這種 就是離貪欲 我們叫做心解脫 離無名叫做會解脫 但你不可能 只離貪欲 不離無名 只離無名不離貪欲 不可能 那這樣你就不能得解脫 你只要有貪欲跟無名 你就不能解脫 那貪欲跟無名 不是說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哪一個清哪一種 哪一個根本哪一個之末 不是 它是一體的兩面 其實是這樣 那所以這個是第二種 這個也很常見 這個是最常見的 就是心解脫 跟會解脫 那這個 另外這個 它純粹只是 純粹只是 心一智慧得解脫 純粹只是心一智慧得解脫 所以心解脫就是會解脫 這兩個詞是沒有不一樣的 那第四個 那麼 第四個是別於生 生跟心別於來講 是心離煩惱 細福得解脫 那生是受苦 那麼 同這一邊講 辛苦 就是 生苦 那是心不苦 生還沒有 生還沒有離苦 但是心已經離苦了 煩惱照又苦 從這個角度來講 它心解脫 那這個又不一樣 所以 單單一個名詞 如果我們要研究很多經典 才會知道說 這樣講 那有一些有細微的差別 那第五個就是 也有 那比較少見 它純粹叫 是無量三昧 那麼 無所有三昧 空三昧 無想三昧 這四種心三昧 就叫做心解脫 那這個是比較少見 那比較常見的是這個 那也有講這個 這個偶爾也有見到 那大概這個是 我們現在接觸到第一個名詞 心解脫 好 那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好 所以它這裡講 它重點在講說 你應該怎麼樣得解脫 那這裡第一個就是 比較常說的 比較常說的 那就是要觀色無常 觀色無常 那觀色無常 那麼從無常 生正無我 那麼從無常正無我當中 那 基本上你會看到 無常到無我當中有什麼 第一個 生厭禮 有沒有 沒有 就是後面那個 無常苦空無我 那個是 我們叫得解脫 比如說 你一定要正無我才得解脫 對不對 那你從無常到得解脫當中 有什麼 生厭禮 厭禮則喜貪禁 那我們後面會看到 阿罕經裡面常常講 厭禮禮 滅禁 或未患禮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 就是你要正的無我之前 那麼它基本上有幾個 不同的 不同的次第 其實佛法一開始講的修行次第 沒有那麼複雜 就簡單明了 它通常是這樣 厭禮禮 就很常見的 我們後面 後面一直讀就會一直知道 滅禁 滅禁就滅禁煩惱了 就得解脫了 就涅槃了 那你會發現到有厭跟禮禮 或是未患禮 七處三觀經裡面也有 未患禮 然後禮 然後得解脫 好 那就是你要得解脫之前 那麼通常有這一些 那麼這裡的是 你為什麼會生起厭 那阿罕經裡面它有幾種 一個就是你從無常路 因為你這個東西 它不斷就變壞了嘛 你會直走一顆珍珠 那你會直走一顆露珠嗎 沒有 太陽出來就不見了 你絕對不會小心翼翼把它收藏起來 沒有太陽一來就不見了 所以你絕對不會因為一株 一顆露珠 然後被太陽蒸發了 你很傷心 但是如果你一顆很大的珍珠 被踏碎磨成粉 那你可能會很傷心 那個就是你一個東西如果很快就沒有了 那麼你那個執著性就會什麼 就會減少 你能擁有的時間很短 那麼你的執著就越少 那你的執著是因為你能夠天長地久 就是都為你所擁有了 那麼這個你就會比較執著 那所以他通常從無常 所以阿暗經裡面常常講 弟子修無常常的 比如路無我 基本上都是這樣 那這裡說到的我們來看 就是說你要怎麼 第一個就是觀無常 第一個是觀緣起 因而何有緣起無自信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觀他的苦 觀不見 身不見或是觀 觀這個無韻 那麼如病如庸如刺 腦海 觀這個 我們越後面讀就越知道 就是他有幾種 那麼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 那麼唯一的目的都是什麼 要證無我 那你看這第一經第二經 第一個從無常 第二經是什麼 苦 第三經是什麼 空 第四經是什麼 無我 我們看 這四本經 後面二道是無常苦空無我非我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無我跟非我 好 那先看到這個 那麼你看到色無常 那我們只要看到色 我們不要想成是 這個佛像 這個花 這個桌子 這個三流大地不要 你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佛法 不離開身心的觀照 因為你所有的根源 就是你對於身心的持取 那麼這個一定要把它很牢固記起來 因為我們有時候修一修修一修 是念一念念一念 我們就會變成阿彼達摩那一種 把法 把法的概念 放在身心之外 就是所有的一切法 離開身心的觀照之外 那麼你去研究它 佛法的研究不外乎是身心的觀照 所以在講到色的時候 通常就是指你這個身 五蕴身心 那所以你基本上觀這個色 那你生起厭禮 那麼因為所有的問題來自於 你對五蕴的直取 叫做五蕴 叫做五蕴 對五蕴的直取 那凡夫都是五蕴的 聖者不直取啊 不直取這個五蕴 所以他就只是五蕴 那我們是直取我們的身心的 那麼身心就是色受想行事嘛 那所以因為這樣 你必須問題的癥結在於 你對身心的直取 你認為有我 或認為無我 或認為我在五蕴中 五蕴在我中 那所以阿含經裡面常常講 若沙門婆羅門既有我 應該是六十三經 那麼若沙門婆羅門既有我 一切皆以此無取運既有我 既色是我亦我相在 既受想行事是我亦我相在 所以所有的問題的癥結 所有問題的癥結在於 你對於身心的直取 所以要從問題的癥結下手 你一定要關照五蕴身心 五蕴身心不是你想的那個樣子 你執著是錯誤的 那麼這種執著我們叫做為 那為發展出來 從我見到我所見 我愛到我所愛 從自體愛到境界愛 又從現在現有的自體愛 境界愛延伸到後有愛 基本上就是這個 基本上就是這種問題而已 那麼你必須把它關照清楚 就好像你很喜歡吃這個東西 讓你看清楚這個東西 其實是沒有營養的 對你身體有傷害的 然後不清淨的 那種貪欲就會減弱了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是從不見 從苦上去看 一個是從無常看 一個是從緣起看 它也從很多的角度看 所以有時候會關色如巨墨 類似像這樣 這個色 關這個色 只要感到這個色 一定是身心 我們的身 那麼受想形式 這裡是 這裡是 韻相韻 韻 一般來講是怎樣 五韻 有時候翻五韻 那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身心 但是 五韻或五韻 然後或是五曲韻 或是五受韻 五受韻 或是五曲韻 那麼大概是有這幾種方法 大概就這樣 五曲韻 那色受想形式 那這個受想形式只是身心 這個有時候我們叫它心 然後再仔細分 再仔細分 這個 有些時候這個叫做心所 把這個叫做心 那麼有時候 這個就整個叫做心 那麼這些 這些心所包含的 這個就是心 這個包含的受想形式 都是心所 就有這兩種不同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看 那麼 它是這樣 受想形式 就是大概 有些就是 這個就是心 身心 身心結構 那心有幾種作用 心的作用就叫做心所 那有些會把事當成心 那麼受想形當成心所 就變成心心所 那如果是它 這個是心 身心結構 那麼 就是精神上的 身心結構 這個是物質上的 那生理的結構 那麼這個受想形式 受是情感的 情感的作用 那麼情感就會產生苦跟熱 憂跟喜 苦樂、喜、憂、捨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依阿比達摩 依佛法來講 基本上是苦樂 苦樂 苦受、勒受 所以 有時候會叫你 觀身不敬、觀受是苦 那讓你不止取 苦樂 那後來又多一個叫做捨 苦就是對於不好的境界 你產生 一種心所 不好的心所 叫做苦心所 樂就是對於瞬間 對於好的境界 產生一種貪愛、歡喜的心所 那麼捨 一般是苦跟熱 後來又講多了一點叫做捨 捨是對於苦 不苦不樂 就好像 我對這個佛像 產生喜的心所 或對這個麵包 對這個蛋糕 產生喜的心所 對那個大便產生苦的心所 然後對這個桌子 我也不苦不樂啊 對這個桌子 我也不會苦也不會熱啊 我也不會喜歡不喜歡啊 但是他那個叫做捨 但是捨是跟吃相應的 所以苦、熱、捨 基本上 就是跟貪、嗔、痴相應 它都是煩惱相應的 阿比達摩後來講了多一點 再加上喜跟憂 喜跟憂 那麼就是跟苦跟熱分別啦 憂跟喜 後來就變成五壽 苦、樂、喜、憂、舌 是這樣 那這個完全是 這個壽只是指情感上的 情感上的作用 通常講就是苦跟熱啦 講多一點叫做苦、樂、喜、憂、舌 好 那麼這個想 它基本上是認識的作用 認識 認識一個鏡 它有那個像 它有那個印象 認識 這個是佛像 這個是花 這個是拜殿 這個是講堂 這個是男的 這個是女的 它有一個像 認識 所以說想 它認識作用 那麼這個行 那有種種的想 種種的像 這一切花 這一切種種的想 種種的像 那麼行 它是抑制的作用 那這個行比較麻煩 行基本上是最主要的新手 那如果後期的發展到阿比達摩 巨蛇論阿 五位七十五法 所有的一切新手 除了受跟想 全部都在行新手裡面 那後來的 後來的這個 像巨蛇論 像這個 為事 基本上都以事為新 那事裡面 又分八事 但是巨蛇裡面 事只有一個 心只有一個 新手就很多 那受跟想 這兩個新手之外 其餘一切有關於新的作用 都在行新手裡面 所以行新手是比較 比較 算是 綜合這個新的主要部分 它是抑制的作用 就是用決定 就是你要造業之前 你要造業之前 的那個新 那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這跟業有關 因為 顧作業必受包 就是你那個抑制 有那個抑制作用的 中阿罕裡面 時間 顧作業 必受包 你這個果包 會不會成熟 容不容易成熟 必就是必定 不顧作業不必受包 不必定作包 必是必定 那麼跟你的顧 顧就是這個行新手 抑制 它產生的 它要造業之前 一定有這個新手 那麼這個新手 這個行新手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它分作三個 就是後來的阿比达姆 它把它分得比較細 神力決定動發 這是 就是主要是行新手非常多 就是除了受跟想 我們現在以阿比达姆來說 就是像句子的論 除了受跟想之外 一切新的作用都歸在行新手裡面 那麼行新手當中最主要的是思新手 所以它是抑制作用 行新手 就是新手裡面以行新手為主 行新手裡面以思新手為主 那麼思新手裡面最重要的就是三個 省慮 決定 動發 動發 動發就是動發生口 又叫做發動 那動發生口就造業了 就生口一造業 然後你一旦經過省慮決定 那麼產生 動發產生的 產生的業 不管是善業惡業 它都容易成熟 必定受放 所以這個行新手變成是一個主要的 它是意志的作用 這個是認識的作用 這個是情感的作用 它有這些作用 那麼是 它是了別的作用 它就是了別 在眼睛上其了別 叫做掩飾 在耳朵聲音上其了別 在這個色誠上其了別 叫做掩飾 在耳朵上其了別 分別 就是明了分別 叫做了別 那麼叫做耳飾 在鼻根上其了別 叫做鼻飾 就這樣 眼耳鼻舌生衣 有六飾 是這樣 大生後來講得多一點 還有第七飾跟第八飾 就變成 那個八飾 所以後來再講到心意飾 什麼是心 什麼是意 什麼是飾 那麼有一樣有不一樣 就討論這個東西 那這個後來就很複雜了 阿含經基本上沒有講到那麼複雜 好 那這個是了別 所以如果從這樣來講 那 一般來說 我們先理解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講運相音 先理解一下五運的東西 那如果從 從這個 哲學上 一般現在的心理學來講 那 這個叫做知 這個叫做情 這個叫做什麼 乙 所以就是心 心的作用的三個主要 叫做知情乙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那在這個五運裡面 就是我們講到 佛法 如果講無常 諸行無常 它一定是 針對 不管是諸受諸苦 諸行無常 那麼它一定都是因為 從無我 要讓你贈得無我 那麼為什麼要讓你贈得無我 因為你對我的職取是你生死的 真結所在 所以你要從這個五運身心 你直取這個五運身心 那麼 所以要讓你看清楚 到底什麼是五運 我們所認為的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它這裡 你要正見著 就是你知道是無常 那通常我們說直取來自於 你認為它一直為你所擁有 或是希望它一直為你所擁有 那因為這種觀念導致你產生直取 所以一下子就壞了東西 你絕對不會直取 你不容易直取 可以放到很久的 或是非常有價值的 所以你要先確定 這個的價值 或是你對它的直取的點在哪裡 那麼你從那一點下手 你就可以去掉它的直取 那所以它這裡講 厌禮正見的 所以厌禮 正見就是正見無常 觀這個身體其實是不斷在變化的 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那你就不會执著你這個身體 那麼這個感受 這個認識 你那個了知這些境界的這種印象認識 就是 就好像這個人好的 一般我們會產生直取 比如說這個人以前對我很好 現在對我沒那麼好 那你一直直取以前他對你的好 就是那個像 你一直直取那個好像 那你沒有看到無常像 那你一直直取那個好像 等他變得沒那麼好 你就會很落寞 很不甘願 你以前對我那麼好 現在怎麼不對我那麼好 那你絕對不會直取 你以前對我那麼差 你現在怎麼對我那麼好 他不會 他覺得這個是應該的 但是你以前對我那麼好 你現在對我那麼不好 他就會直取 所以他會從這一方面去告訴你說 其實苦跟熱我們都會直取 但是因為我們比較會直取的 其實你念念不忘的那個都叫直取 但是我們感覺上苦我們是要趕快驗禮的 所以你從這個心來訓練 其實是這樣 那所以你有正見你就生厭禮 厭禮是什麼 你對這個五陰身心不直取 厭禮者喜貪禁 喜跟貪 它是不同的層次 就好像愛跟取 喜可能沒那麼嚴重 貪就比較嚴重 愛可能沒那麼嚴重 取就更嚴重 愛就是喜歡 喜就是喜歡 愛就是非常喜歡 那麼取就是要把它拿去為己有 那麼愛取有就有 取就有 那麼這個是直取 那如果你厭禮者喜貪禁 你對這個東西產生厭禮 你喜歡它 貪愛它 這樣的情況就不會有 就好像說 現在不是說 有一個 我看這邊有一個新聞 什麼牛肉麵的新聞有沒有 我們是沒有吃過牛肉麵 喜歡吃牛肉麵 滋味很好 就喜它那個味道 而且它就是名牌 又得冠軍的 很多人去吃 那一下子說這個牛肉麵 有什麼萊克 加了什麼 加了什麼東西在裡面 大家就不敢吃了 那個以前的大豆燒到油也是一樣 好便宜 好香 現在有家說話器 你要送我我也不要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你產生厭禮了 那你為什麼會產生厭禮 這個是從 比如說從苦裡面去講 如病如庸如刺 這個就是另外一種觀法 那這個是從無產去看 從無產 好 那厭禮者喜貪禁 其實 你對這個東西沒有那麼喜歡 本來很喜歡 沒有那麼喜歡 到最後不喜歡 那不喜歡也不是說你產生 產生厭惡 厭惡也是一種新手 厭惡也是一種新手 所以它是厭禮 就是你不再那麼喜歡 叫做厭 所以透過這樣的 其實佛法就是這樣 對於你所直取的 你現在所直取的 你之所以在這裡是因為 你直取了你的身心 你直取了你身心所依的世界 那麼現在告訴你 你不要直取 那麼有一些從身心下 阿含經都是從身心下走 你不要直取你的身心 他告訴你 你的身心現在是怎麼狀態 現在是怎麼狀態 以前是怎麼狀態 未來是怎麼狀態 你不應該要直取 那像有一些人不容易從身心 去掉這個直取 所以他從世界 所以淨土就是這樣 叫你厭禮娑婆 心求極樂 叫你厭禮這個喜灘 心求這個涅槃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讓你發起那個心 叫你不執著這個世界 所以他會告訴你 他會強調告訴你 這個世界是什麼 五惡五痛五燒 那讓你厭禮 不直取這個世界 不貪愛這個世界 但是阿含經 他的根本做法就是 告訴你這個 這個身、獸、心、法 它是無常苦空無我 那叫你不直取這個身心 你身心都不直取了 怎麼會直取身心之外的世界 不會 那淨土的做法是 讓你不直取這個世界 漸漸的你對於 你有這種不直取的特性 那漸漸漸漸 你對於身心也沒那麼直取 那其實它是做法不一樣 就好像生文從 從禮遇下手 這個大聖 從禮愛下手 直接從心下手 叫你不要為自己 要為眾生 那生文就不是 叫你要少事少越少希望住 你能有用的東西 越少越好 越清淡越好 那就不一樣 但是它同樣 你如果努力了 同樣都可以達到目的 所以他說 厌禮者喜灘盡 漸漸厌禮 漸漸斷這個喜灘 到最後把這個喜灘斷盡 那煩惱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貪愛 最重要的就是貪愛 那貪有三個層次 貪有欲貪、色貪、無色貪 那一般分兩個 叫做下界的跟上界的 下界的是欲貪 上界的就是色無色貪 色無色貪 基本上都是一起斷的 那無明 就是我見跟我愛 那基本上是無明為父 貪愛為母 我們是這樣 眾生是怎麼來 六道眾生都是這麼來的 三界六道眾生都是這麼來的 三界六道就是凡夫 那麼他都是無明 貪愛 這兩個 那麼是一起的 無明為父 貪愛為母 而有眾生嘛 所以我們生生世世的父母 永遠沒有改變的生生世世的父母 只要你有輪迴 你的父母 爸爸就叫做無明 媽媽就叫做貪愛 那麼就剩下你這個人 那三界六道輪迴 那這個是主要 這個是最根本的父母 然後 一因緣的是我們現在 把我們生出來的父母 這個是 就算是你現在的父母沒有結婚 你也會 你也會投胎來 不是你爸爸媽媽把你生下來 你才會出現 沒有 你的出現是因為 你有一個無明爸爸 太太媽媽 你才出現的 你現在的爸爸媽媽 即使沒有結婚 或是還沒生下來你之前 他們就 就 就往生到極樂世界了 那麼 你還是會被生下來 你會到 再依其他次要的因緣 再投胎到其他人的 其他媽媽那裡 一樣 所以他根本是在這裡 那無明有兩個層次 他那也有兩個層次 無明的層次 我們叫做分別我見 無明就是不知無我 這個在後面就有了 沒有多久就看到了 那當然他會講很多 這個阿安經裡面有解釋 什麼是無明 解釋的比較多 但是根本就是不知無我 那麼這個就是分別我見 一個是聚生我見 真的出國就把分別我見斷掉了 就是透過我們分別而有的 然後這一些是慢慢學習來的 但是這個聚生我見是 一開始我們就依這個聚生我見來輪迴的 這個是要正阿羅漢才會斷掉聚生我見 到了阿羅漢 阿羅漢斷五上分解 五明上面那個五明就是指這個聚生我見 那出國斷的這個聖見 他也是我見 但是他是分別我見 這個是阿羅漢正四國阿羅漢 這個是出國這個是四國 出國是虚頭喊 四國是阿羅漢 貪愛 欲貪 這個是上界的欲貪 我們叫做下界跟上界 下界跟上界 上界是色無色界我們吃上的 下界就是我們這一界叫做欲界 欲界的欲貪 欲貪跟稱是連在一起的 欲貪跟稱 有欲貪就一定有稱 那麼稱一定是因為欲貪不睡 就是欲貪不得 所以這個是正出國的時候斷 沒有 正三國的時候才斷 欲貪跟稱是連在一起的 下界的欲貪 那欲貪跟稱是連在一起的 你把欲貪斷掉了 你就正三國 出國還沒斷欲貪喔 那出國是斷分別我見 那根本無我見還有 那麼上界的是色貪無色貪 上界的 這個是下界欲貪 上界的是色貪無色貪 那這個貪是貪啊 色跟無色我們可以這樣想 用現在的說法 欲界是物質界 眾感官刺激 五欲的享受 吃得好穿得好舒服 像這樣的感官的刺激 那麼色界提升了 是精神上的滿足 所以它最重要的是禪定的功德 最主要的 如果以色禪來講 就是喜跟樂 就是色界是出禪啊 那麼 即使是色禪 捨 捨念清淨 它也是有那種喜樂 尋世喜樂一些嘛 就喜跟樂 它是精神上的滿足 就是心的滿足 那種 就好像有一點說 那麼你喜歡美食的 跟那個藝術家喜歡音樂的 那麼它都是色身相味觸法 但是有一種人喜歡就是 比如說一般的美人來講 你打坐或是你心裡面歡喜 你喜歡幫助別人 或是你喜歡修行 或怎麼樣 反正你就有那種 心理上的富足 滿足 像有些哲學家他就比較偏向你這種 就心理上的滿足 那麼 但是一樣是五欲 音樂家或藝術家 又比一般的人那種對於明文立揚的滿足 又高一點點 但是每一個人所貪愛的層次不太一樣 那你像人 人就比動物高一點點 那動物裡面又有分 那比較有靈性的又比較 那麼他們的需求不太一樣 他們的滿足不太一樣 那麼這個是正三國 那麼如果色灘如色灘 這個就正阿羅漢四國 它又不一樣 那貪愛如果靜了 貪愛靜基本上就是四國 無明靜也是四國 但是這個無明基本上 我們無明就是我見 那麼我們把它分別我見跟聚生我見 其實是這樣 那這個都是凡夫 那凡夫超凡入聖 那麼基本上要對峙的就是這個 這跟這個 那這個必須從觀念上 這個必須從行為上 有時候就會把它分做見貨跟修貨 那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講 正見者則生厭禮 厭禮則喜貪見 喜貪見者說心解脫 那麼剛才講 心解脫有好幾種說法 那這裡的心解脫很可能 心解脫就是會解脫 就只是得解脫了 它不一定是心解脫拒解脫這一種 不一定是會解脫拒解脫這一種 好 那麼心解脫的 若欲自證 則能自證 我生已盡 犯恨已利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厚有 那這個是阿羅漢 阿羅漢得解脫都會自己知道的 自己知道的 叫自知 那麼這個有時候就叫做 這個五分法神裡面 戒定會解脫解脫之見 自知自見 得解脫 這是若欲自證 則能自證 所以這個叫做解脫之見 那戒定會解脫解脫之見 解脫之見就是 我生已盡 方生已利 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厚有 那這個是第一經 那凡事經 放在最前面第一個 那個就是最重要的 那他這裡有二道四 就是觀無常苦空無我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 無常苦空 他不是翻無我 他翻什麼 非我 所以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 在 在這個阿含經裡面 通常有 兩種方法 一個叫做無我 一個是非我 這我們好像之前有說過 沒關係 這有說過再說一次 無我 一般是這樣 一般應該是這樣 就是 若沙門婆羅門既有我 一切皆以此 五壽因既有我 就是這個五運 既我 見我 是 是我 亦我相在 就是 基本上 核心在這個我 因為我們講 最主要是我見跟我愛 那不管是我見我愛 都是因為我而有的 那我就是五運 或是六處 或是十八戒 十二處 然後是六戒 我們叫做運觸戒 然後這個是十八戒 好 那不管是我見我愛 那個是生死的根本 所以他一定 因為這個是生死的根本 生死的根本 所以你一定要先否定掉這個我 他基本上是否定 否定掉你所指取的是真的 真實的 那這個後面慢慢會講 有些大生就偏重在他的自信上講 好 那麼因為你否定掉這個我 那否定掉這個我 這個我基本上 這個我基本上有兩個嘛 一般我們叫做常見跟斷見 那六四外道裡面 基本上 除了阿宜多唯物論 是這個斷見 但是雖然是斷見 他也指這個色身是我 極運我 還是執著有我 這個色身是我 但是我死了之後 我就不存在了 但是還是執著有我 還是有我的喔 只是他是斷見 死後了就沒有我 活著的時候這個就是我 就是叫做極運我 一般叫做極運我 極運 這個五運就是我 那常見通常是離運我 離開這個五運身之外 有一個靈魂 或有一個自信 有一個神我 這個在六四外道六派哲學裡面 講的就不太一樣 沙門跟婆羅門不太一樣 那六派哲學裡面 有一些講的 比如說婆羅門好了 婆羅門是放我論的 所以犯我合一 犯我一如 其實有很多佛法 基本上是 講婆羅門的犯我 或是講奧義師的犯我 我們會把它 我們會把它看起來是 這個佛法說的無我 其實不是 那犯我是指 犯是 這個是婆羅門 後來的印度教 前身是 就是婆羅門教 那犯是宇宙唯一的 真實的 不變的 很長的 這個實體 實相 那我們都是從犯而來的 這是婆羅門說的 所以你修到 那犯是清淨的 妙樂的 所以它是唯一的 其實我們的根 如果從婆羅門教來看 我們的根源都是一樣 那這個跟上帝創造一切不一樣 上帝跟我們不一樣 但是我們是上帝創造的 那我們是犯 犯創造的 但是我們跟犯一樣 那這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因為 我們都是從犯而來的 也可以說是犯的分身 所以回到犯那邊 跟犯何而為一 所以宇宙所有的有錢 都是一個犯 一個犯我 那像這個 比如說 像素論 他就不承認這樣 他說如果是這樣 那你跟我明顯不一樣 所以 怎麼可能 大家都是同一個根源呢 那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 他不承認這個 放我何於這個概念 他認為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 有一個自信 有一個神我 那這個是 不是大家都一樣的 不是的 但是他的 終究可能是親近的 但是有一些認為 他也不是親近的 其實六派哲學也有很多種說法 那像 像這個 他是講犯 犯是唯一的實在 那如果是素論的話 他不是 神我跟自信是兩個終極的實在 就是二元論 所以這種 其實 就是說我們在講到我 但是我們回歸到 回歸到釋迦摩尼文那個時代的我 其實很簡單 釋迦摩尼文那個時代的我 簡單講就是沙門婆羅門而已 還沒有六派哲學這一邊 六派哲學基本上是後期的 就是奧義書 在佛陀時代大概就有了 但是之後慢慢慢慢 佛滅後到不派時代 沸彈多思想興起 就是我們講正理 與且 素論聖論 非常多 像這一些 那麼基本上 尤其是非常多復興 那他的道理跟佛法講 他也講無我 但是他無我跟佛教的無我不太一樣 順勢論也講無我 但是他無我是斷滅的 那佛陀時代都是沙門婆羅門 比較沒有牽涉到六派哲學的東西 那沙門婆羅門很簡單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 常見跟斷見 極運我跟離運我 離開這個五運 有一個我 離運我 那沙門跟婆羅門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 沙門都是反婆羅門的 六派哲學 要不是站在婆羅門的立場 就是 就是婆羅門底下的自派 又不一樣 六四外道跟六派哲學不一樣 那六四外道 其實當時的沙門團有七大沙門團 就是 就是六四外道加上佛教有七大沙門團 阿怡多 富蘭娜 波斧頭 莫且里 善若瑜 跟尼建子 我們寫一下 這個不用 我們先把這個我跟無我 稍微 稍微講一下 通常都是這樣 沙門 婆羅門 這個是佛陀當時說法的文化背景 所以你要了解佛法一定要知道 他所說當時的背景是什麼 沙門 沙門 那沙門是反婆羅門的 那婆羅門是比較早的文化 沙門是新興宗教 沙門是新興宗教 那佛教常常會說他是六四外道 那包括佛教這個沙門團有七大沙門團 那以這個外道 外道通常是指沙門 其他的沙門團之外的 那要得解脫的 但是沙門也不一定都有得解脫 那六四裡面 六四裡面 主要阿怡多 有時候叫阿七多 他是順勢論 他是斷面論的 他是基本上叫做奇韻我 五韻就是我 那我死了就沒有啦 陳歸騰 土歸土啦 就沒有 其他的 富蘭娜 泼佛陀 我們簡單講 富蘭娜泼佛陀 有 莫且禮 善若語 善若語是華語論的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尼建子 尼建落體子 那麼基本上 這些都是禮韻我 成本也這麼歸納 那當然很多他也不講 就是沒有夜報沒有輪迴的 通常這些都是講沒有夜報沒有輪迴的 但是還是還是有我論 還是有我論 那婆羅門 婆羅門主要是他是犯我論 所以犯我就是我們都是犯 所以基本上可以說是 我在 就是運在我中 那麼相在嘛 他基本上我論有三個嘛 就是是我 是我 亦我 相在 相在是我在運中 運在我中 我在五運中 五運在我中 我們把它叫做人魂 或是講生命的主體 那麼不是 那麼如果婆羅門很明顯嘛 婆羅門是什麼 我運在我中嘛 這個運在我中 對 我比較大 因為所有都是從 放我來的嘛 所以 運在我中 所有的運都是 所有的五運 所有的友情都是我 都在我這個核心裡面 那 三門婆羅門不會是三個 那基本上就是 其運我跟利運我 好 那這個是常見跟斷見 那當時的我是這樣的概念 那佛陀發現 不管你是執著常見 執著斷見 只走我在運中 只走運在我中 所以他才會講 若沙門婆羅門既有我 一切皆以此 五受淫既有我 然後見色 是我 亦我相在 見色想行事 亦我相在 那你講詳細的就變成二十種生見 色 是我 亦我相在 講詳細的就變這樣 你看喔 所以你會常常講 說你斷了生見 斷二十一節生死重罪 就二十種生見 它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我 它有三個 這個是我 亦我 相在 相在又有兩個 我在運中 運在我中 我在運中 就是我比較大 那 運比較大 我比較小 就有一個神我 進入這個身體 這個是我在運中 運在我中 就是我比較大 就像婆羅門 放我 所有的運都在這個我當中 這個叫做我 這個叫做放我 放我 放我 放我裡面 所有的友情 都是在放我裡面 那數論就不是這麼講 數論是 一一的友情 這個身心裡面 都有一個神我 有一個自信 這變成運 我在運中了 那這個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觀念 沙門婆羅門 不外乎都是這樣 那麼當時有一些 這樣認為 是我 亦我相在 那就是四種 色 我有無運嗎 無運 色受想情是 色 受想情 色是我 亦我相在 我在運中 運在我中 色在我中 我在色中 這個運就變成改成色 所以 色是我 色亦我 我在色中 色在我中 色是我 亦我 我在色中 色在我中 就變成這樣 那麼每一個 每一個都有四個 那五個就 五運就二十個 所以就變成二十種身間 這當然是後來 後來仔細分別出來的 佛陀沒有講 也有 偶偶 阿安靜裡面也有 但是比較少 通常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講這三個而已 叫做是我 亦我相在 那我們現在要講到 就是 急運我跟離運我 常見跟斷見 我們把這個講完就好了 那重點在於 否定掉這個我 那當時的三門婆羅門 不外乎就是這樣 簡單講是兩個 那再多一點 再把婆羅門的 拉進來 我在運中 運在我中的 好 那麼 因為否定掉這個我 那我們用怎麼一個名詞呢 如果是梵文 他通常 或是巴黎文 他通常是前面一個A 那個也是 他另外一個音字 但是他就是 前面加那個字 就是否定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那我們的翻譯 我們會看到 這個不是用無我 用什麼 用非我 那麼如果用非我很簡單 就不是我 不是 就是否定掉這個不是 但是用非我 那就表示說 現在這個不是我 那另外有一個我囉 就會有這樣的 比較會有這樣的選想 但其實不是 他只是否定 用非跟用無都是否定而已 但是我們會認為 就是 那 這個是你媽媽嗎 這個不是我媽媽 那你媽媽在哪裡 會有這種問題 那就是 你有媽媽 但是你媽媽 這個不是 那有另外一個 那這個不是我 那其他 這個非我 那哪一個是我 就會有 有時候會有這樣 就是 你如果講非我 那很容易落入一個什麼 那另外 就是另外有一個我 好 那講無我 就沒有我 沒有我 沒有我又容易 這個容易落入常見 另外一個我 那這個不是 那那那那那 那是在哪裡 真的在哪裡 那這個 這個 這個講無我就會落入斷面 容易容易斷面 沒有我 沒有我就變成 和唯物論的 這個阿依多順事論裡面講的 離疾運我 這個身心是我 那我死了就沒有了 斷面了 不是我 沒有我 根本就沒有 那這個沒有我 這個我 它通常就是指 恒常獨一自主的 那一種 那甚至婆羅門是認為 它清淨妙樂的那個 那它其實 我們不能落入這種文字上的 就是名詞上的 它純粹只是否定 否定掉 當時婆羅門在講的這個我 所以它是因為直取這個無運 直取你這個無運 它才成為問題的根件 但是我們很容易 這樣講了講了就變成 我們會尋找另外一個我 就好像真正的實相 真正的實相 就是你不直取 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 我人眾生受者都是我 那麼這個你不直取 你不直取我相就是實相 但是我們研究研究到最後變成 有一個真實的實相的體 我們要見到那個實相 就變成這樣 那麼這樣其實是跟阿含經 原來講的意思不一樣 所以這裡講的非我 有時候翻非我 有時候翻無我 翻無我你不要變成斷面了 變成即運我 翻非我你不要變成常見 變成離運我 我們這個稍微說一下 好 那麼早上先講到這裡